原标题 云台二十八将中 邓宇评沙台第一 你看看刘秀峰给邓宇的绝好 叫沙有这样一种说法 汉朝之所以西头一个汉 东头一个汉 都是因为刘邦展设起意识犯了个错 他把那白蛇给一刀砍背了两段 所以多年后王莽犯汉称帝 建立了新朝 蓝腰折断了汉朝 直至刘秀复国 建立了东汉 为何是王莽 所谓莽蛇 王莽就代表着 那条被刘邦斩杀的白蛇前来报仇 小编之所以开篇先谈这个传说 就是想演出光武帝刘秀 这位被称为卫面之子的神奇帝王 一 何谓卫面之子 通俗的解释就是 运气好的 不得不让人承认 他是天选之子 霸气的解释就是 开挂了人生 不需解释 诗意的解释就是 众里寻他千万度 漠然回首 我却被俘虏 无厘头般的解释就是 你还是回霍星晚线 地球都已被你亮瞎了双眼 这就是卫面之子 所谓永远的主角 哪怕王莽号称是 穿越回去的 但在刘秀这位永远的主角面前 还是败下阵来 而最可气的就是 面对这一切 刘秀却双手一摊 一脸无辜的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展开全文 这也是刘秀的一个特征 一直后知后觉 本来他是一位 开心的农村青年 后来机缘巧合的 得以深造学习 拿掉学业完成后 却发出了 试唤当作执金如 曲西当的伊丽华的感慨 这跟自己的祖先刘邦一比 算没出席到家了 看人家刘邦说的是啥 大丈夫当如此秦始皇 后来王莽搞乱了天下 人们开始想念汉朝 于是便传出了这样的民谣 刘氏当心 李氏为辅 可此刘氏却非刘秀 而是刘秀他哥刘简 刘秀一直生活在哥哥的光环之中 直到让人震惊的昆阳之战 刘秀带领了八千赤梅军 眼看就要被王莽的四十二万重兵碾碎时 突然天降坠时都砸在王莽大军的脑袋上 好容易 挨到天亮 却又来了大片的云彩 如山崩一样再次砸了下来 刘秀趁机伪造出信 再让王莽军心 跟着新帅赶死队冲击王莽大军 毫无悬念一举突围 恐怕正是从这一刻开始 刘秀开挂的一生从此开启 魏面之子 由此横空出世 二 云台二十八将历来 一个新朝代建立后 便总有把开国时的良臣猛将 大肆表彰 以期让后世铭记的习惯 比如大唐的林烟阁的二十四功臣 大宋的昭勋阁二十四功臣 当然还有文学作品中的西书五虎将 阳山五虎将 瓦冈五虎将 刘秀手下也有 且数量最多 号称云台二十八将 正好对应上了天上的二十八星秀 比如 西游记里 有个私自下界的葵木郎 抢了百花修公主为妻 云台二十八将中 对应葵木郎便是不禄将军马五 那么 云台二十八将中 谁排第一 既不是如雷贯耳的耿简 冯义 也非日后杀的曹梦德 割须气袍的马超先祖 福伯将军马元 况且 马元并没进入云台二十八将之中 而是不太出名的人物 叫邓宇 邓宇早在十三岁时 就认识了刘秀 并对他是一见倾心 认定了刘秀必成大器 后来 听闻刘秀在河北起兵后 便不顾一切地投奔了刘秀 第一句话就是 但愿民工微德加乌四海 宇得笑其尺寸 垂公名无竹伯尔 即 我认定了你刘秀必会成大业 所以我来跟着你干追随着你名垂青史 这一句让刘秀非常高兴 从此就把邓宇视为左膀右臂 三 凭啥邓宇排在第一邓宇 果然没有让刘秀失望 被刘秀提出的第一条计谋就是 招揽人才 笼络民心 拿好根基 再图长远发展 所以 邓宇比起耕俭 冯一等名将来言 根本就不出名和出彩 战功也少 却被排在了第一 这是为何 道理很简单 看一下 刘秀封为邓宇的绝号就明白了 刘秀称帝后 拜邓宇为大司徒 封绝号为琢侯 后来 又改封为高密侯 熟悉汉朝历史的人 必会熟悉这个琢侯的绝号 因为号称 天下第一侯 正是当年刘邦封给萧和的 这下应该都明白了 邓宇的真实作用了 因为刘邦曾把汉出功臣 总体上分为工人和工狗 萧和得到的评价是 复劣 追杀兽兔者狗也 而发宗只是兽处者人也 金诸君徒能得走兽而 工狗也 置如萧和 发宗只是 工人也 所以 邓宇的真正角色 就是如萧和一样 属于刘秀的工人 自然要排第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雪山